是谁最早曝光活摘器官 安妮 这位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前职工 她冒着生命危险 在2006年3月 向国际社会揭开了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下面请听她证词的节选 我的名字叫安妮 这几年我一直在逃避命口中 我的先生当决定不在参与 摘手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时候 曾经遭到某具官的暗杀 我和我的前任丈夫 在1999年和2004年间 在这家医院工作 她是一名脑外科医生 参与摘手法轮功学员 年轻膜手术 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 活体上摘出眼角膜 我只认这家医院发生了大量活体 摘出法轮功学员脏脐 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 害人之恶 部分被强行摘取器官的 法轮功学员的活体 被秘密认定 用过路方改建的粉丝奴隶 我是在2003年年底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情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丈夫的精神有些恍惚 她参与了这件事情 却一直没有告诉我 一直是秘密的进行 她在夜间经常做噩梦 非常紧哭 她曾经看着电视 两眼发呆 然后我或者孩子 要是一碰到她的时候 她会大叫 我上回有记忆记忆的习惯 她的日记忆 有一篇日记忆是这样写的 当这个病人昏去之后 她用剪刀剪开 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 从衣服的口袋里 掉出来一包东西 她打开 一开是个小盒子 里面有个圆的 做法轮的那个护身符 上面有个纸条 写着 猪娃妈生日快乐 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我的家人告诉我说 他说你不知道 我有多么痛苦 因为这些法轮功学院是活的 若从死人身体上摘出器官 这还好说 可这些人都真的还是活的 我知道现在医院 还有法轮功学院被关押 我希望这个世界 能够尽快的 在国际社会上 曝光能够救活这些 还没有被杀的人 另外我也希望将事情曝光 为我的亲人输出 我本人因为无法接受 前任账务参与 法轮功学院器官的手术 我们离婚了 我本人精神上也受到了 很严重的刺激和伤害 若不是我的前夫亲口告诉我 他本人参与了 器官宅足的这项手术 我真的几乎不能够相信 这件事情的存在 我本人不是法轮功学院 我也没有那么高的局务 站在这里说话 但是这几年 真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吧 我真的觉得很愧疚 我也曾经把这件事情 在中国说出去 但是当我在卫生厅 知道好多人也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看法 就和我接言不同 他们说 如果你要把事情说出去 不但你存活不了 你的亲人们 也不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国家在犯罪 我知道这是国家在犯罪 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我知道没有办法能够扭准情况 可是我希望有很多医生会站出来的 我真的希望这些医生 听到我在这里 这样尽尽尽力地去说 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们会有良知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尽快地解决 谢谢 正是安妮的勇敢和决断 撕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历史绝不会忘记它 随着对中共活摘器官的 残酷事实的不断披露 越来越多的国家 团体及个人 都投入到反活摘器官的行列 亚洲 欧洲 澳洲 北美的多国政府 陆续通过决议 强烈谴责 坚决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 等良心犯器官的犯罪行为